歡迎來到城市焦點Online 哈囉 歡迎來到城市焦點Online 今天很開心 能夠再次的在線上跟大家相會 本節目是由城市新聞 Cross Plus 克朗斯咖啡聯誼播出 今天的飲料是由克朗斯咖啡提供的 我們也要特別謝謝Cross2Do提供的場地 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因為現在是畢業的季節 所以大家都對於人生有很多的輪廓 我們在尋找下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就特別邀請大科經驗的產品 李玉如我們要來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在開始之前就邀請玉如來做我們介紹一下 Cheers Stacy 我是黃玉如 我是2007年的時候畢業於一陣大報告 其實選擇大眾訪問科系裡面的文端 因為數據不好 那報告信是唯一不用再考數據的科系 所以我大概也知道我自己的興趣在於 創意、計畫跟根本的接觸 就是這種沒有標準答案的屬性 所以業之後大概十年就是已經在媒體啊 文化圈還有行銷圈 現在就是在林浩森 在年紀一代任才能行銷進來 所以其實剛剛聽到妳 稍微略略講到妳的故事背景 因為現在可能 特別疫情剛結束 常常很多人都在重新思想 他的下一個階段 或是說他人生的假期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日如他的經驗非常特別 所以我想要從妳的過去的各個階段 妳的工作、妳的執押、妳的一些想法 或是妳對自己執押的一些期待跟故事 來跟我們分享看看 嗯 好 因為年紀也不小 所以真的有一些工夫做經歷 但是我想首先聽聽大家說不要氣寧 因為其實我畢業之後 我祝我啊 一年回來之後 面臨到的是 08年年紀的感效症狀 其實當時也 但半年沒有多 對 其實不用善收信心 因為還是都會有一條 然後自己慢慢收到進口 我其實老實在想談的話 就是 就是 其實 在一座行銷 特別是 傳播的裡面 其實轉化的是常常的難度 它是 其實妳會在每一個地方知道 自己 再來的挫敗 那個挫敗的地方 我自己回想起來 我往往是 自己學習 過的這個地方 所以沒有害怕 因為我們生下來 不是為了怎樣 求一個順 而是 求一個精彩的人生這樣做 所以當時 我記得那時候 心蠻大的 我先畢業之後 我就現在一個 在中國 做了一個 科技 所以妳在 就是妳 活到 在中國 工作 一個人在那邊 什麼 其實還不到 因為我才剛進去 大概 第一個月 我已經往中 老闆說很快 我們就要去下來 有關係 我們就要開始去 快點到的市場 然後 就在第三個月 預期時內 甚至 情緒的關係不太好 所以公司很快 自信嫌棄不上 那時候 反正我們現在 同學都還很先說 可以成為 第一個 在海外工作 沒有 三個月之後 就是領 而且我還記得 我還沒有領到薪水 天啊 沒有關係 就是 這個今天 讓我學到就是 如何能夠 挑對 好的工作 對 因為妳在市場上 很多人都可以說 大話不太煩 但是妳可能 我做了三個月之後 一個月先學個文化 知道要選擇好學文化 就是完了三個月 學了第一堂課 棒 然後就覺得 還沒有到半年再一次 那 之後呢 我就想說 那我就回到文化本堂 嗯 這麼說其實 好像也沒有一個 停留標準 不是念文化 但也有文化中環 跟民進採訪 那 我的老師說 連動文化 在當時 它是會有一個 比較好的條件 叫做 MT公司會有錢 美貢 所以其實 比較有一些幫助 我 超過少的公司 美貢 那時候 我帶了很多媒體 在IT世界上 有比較大的資源 但是大的公司 其實 是有感覺到 學習是比較 把難用的時候 才都很省 所以 聽到 以前就是 就是會有 一些迷惑 剛好 因為認識一些市場 不然到 輸了實在拍一拍 那時候 心裡非常的開心 對不對 我是在 2010年的時候 在2010的時候 經過輸了實在 鋼盤 還是iPhone 就是開箱 哦 在媒體的時候 看到有趣是 手機廣告 可能會崛起 但是大家 看不到 這個願景的未來 但是 如果你們能夠 在媒體裡面 去吸收 所謂 做代理商 這樣子成為一個 更會學習的 跳舞 才會很好 所以我想 回過回來跟大家 看一下代理商的 職場環境 就是 對於很多新鮮人來說 可能 品牌消毒的運動 很快要力 除非你們是在 大學的時候 就在 放棄 非常 不一樣的經歷 但是我想 對大部分人來說 能夠在自己 二十歲左右 學習學生 對 學習學生 對 學習學生 很快的時候 你可以一次大量去 看見不同的產業 代理商的 對 像FNCG 還是金融的 這些客戶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 是蠻推薦的 嗯 所以媒體代理商 它是一個 等於是 從 在中間的角色 可以跟那個 因為有些人 可以跟那個 因為有些人 那媒體代理商 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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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就是 一個 服務型的公司 對 那我們提供的服務 叫做 企劃 叫做 執行在go-to-market 近端 last month 所以 在 這一塊來說 我們可能 不會那麼快 接觸到 經營一個品牌 策略 或是很高端 但是 你有優勢 叫做 你可以在這個公司裡面 去轉換 你只要換一個小隊 就可以完全接觸到 客戶 感覺就像 你創的一個公司一樣 對 很快速的確認 你到底喜歡什麼 而且其實有一個 我覺得蠻好的 是 因為在 這樣代理商的環境 你接觸到客戶 我可能就變成 下一份的 王子我們可以跳進去 他被你的能力 是一個 他知道的 可以為他工作 代理商的價值 所以 有些人把它當成是一個跳板 嗯 自己 這麼 不一定會這麼認為 因為 有很多學長 跟學妹 他們是喜歡這樣子 可以把自己 機會 發揮到那次 這樣 它其實算是 但是如果這對 我們可能在想像 未來三年五年 你想要成為怎麼樣的人 可能有些變化的話 我覺得那個機緣就會在 你可能 到整個環境 就覺得 這個產業是我們想要 像我們自己做的 我覺得 在學生的時候 我覺得 我喜歡科技業 科技業讓我們可以 不斷地接觸一些 新的東西 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 好像從 每一代 就是一個 你可以去接觸各樣的 領域跟產業 那你比較確認之後 你就到了 是 社會實在是一個 科技型的領域公司 就發現說 在你這樣子的一個大的 這些很多學長之後 就比較聚焦一點點的 到科技產業 對 那科技產業 在社會實在是第三個 第三個 對 那那時候 為什麼會進到這個產業 跟後來的產業 進到這個產業 真的是 就是 我就說其實 雞人 這次有一個 姐姐 她看我們過去工作還蠻認真 她就直接 導演推薦給 社長素蘭 然後 我想說素蘭應該是收到了一個 很棘手的東西吧 就 就發給了部門主管 然後我們就面試 然後部門主管的時候 只不過有三位 然後過去面到 會這樣 過這個時候 我們這邊很吵喔 你看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加班 你可以配合嗎 你確認我們可以講 就覺得 然後 那時候 因為我覺得也是感恩 就是 你不就來吧 沒有關係 因為你沒有什麼好 失去 所以大概過了這樣 四年的班 但是 我要再分享 這次才是一些下午的事情 其實 我後來小時候 其實很喜歡這樣的 那種 因為說 自己的學習曲線是高的 接觸到我們印象的時候 它其實 一是建立自己 但是出場的一個信心 對 二是大家都很 會有任何政治來構陣 把那麼麻煩 公司感覺好 對 對 錄音家 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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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時候 我們在數位時代 其實我也覺得 我也是誤表誤撞進到 科技這個產業 就是 因為數位時代 這個媒體 但我記得 我第一個案子 是 雲端 然後那時候 我們是一個商業院 背景的園徒 那時候雲端這次才 因為想說 這都在做喔 然後也很崩潰 可是我覺得 就像你說的 其實從每天到數位時代 數位時代 因為我們那時候 只有專案期的話 所以 沒有很多的品牌客 所以我覺得 也是認為 大一個幫助是 我就可以很快速的 去看說 欸我喜歡什麼 然後這些客戶好像 就是 每個都不一樣 那我就很想要是 進入了很多個 等於是 DEMO的 那種適用 對不對 適用啊 在這裡 可以適用什麼樣的工作啊 然後這個工作 這個內容是什麼啊 然後去try 然後就會越來越知道 說 哇原來這個科技成員是怎麼樣 所以在那時候 其實也覺得說 好像從 喔 越來越聚焦 知道自己適合什麼 對 那後來呢 後來 嗯 其實 其實到30歲的時候 大概也知道 自己在庭文字有些極限 嗯 嗯 其實有停止過一段時間 大概半年了 就是 讓自己沈邊下來 要往來追蹤 嗯 嗯 中間其實有長段時間 接觸到電商 但是 後來還是決定 往這邊套 想要學多策略 學想要比較 Global的 嘛 嗯 想起我其中的一個客戶 那時候在做台北市的文化 組了一個專案 然後我跟 AQ的 HR合作 我很認同這間公司的文化 因為他們會把人的 價值看得很重 所以現在公司其實是非常人魂的公司 在台灣很少 就是說 在台灣的外商企業也是這樣 然後 面向 台北市企業面前 自己的面向全球 有很多 不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 那我在 interview的時候 我其實對這間公司的 事情是有把握的 所以在 一些行動企劃跟 這些活動 上面有一些觀察 跟經驗 我只講一句話 我說其實我認同的是這些 這間公司的文化 現在就拿到什麼 聽起來有點玩笑 但是沒有 我已經很清楚 這一段過程當中 認同的是什麼 嗯 就我也專業上面 也是 有些 就 不在四年 四年多 我這樣快 也有四年 但什麼年來是 藝術專家 學習的部分 這個部分 還有什麼 我覺得很特別 你剛剛講到說 其實從 二十幾歲的時候 比較遠往 然後就一直想要說 欸 我想要在四年 到三十歲其實會有 對 那 有這麼長之後呢 其實你就會開始想要 尋找說 那到底 我們的 我們的 下一個階段 其實我已經有些經驗了 可是我又 更知道我想要往哪裡走 然後開始去找一些 自己真的認同的 價值觀也好 或是 生活的 心態也好 對 其實好像 就進到了一個下一個階段 所以現在也在 也在這邊已經四年多了 對不對 那其實剛才你們兩邊 分享的各個階段 非常的精彩 對 那有沒有想要鼓勵是說 不管是現在想要轉換跑道的人 或者是 當畢業的人 但他們要怎麼樣去 面對他們的 可能在尋找指揚的這個過程 或是這個 旅圖 他們有什麼方式可以去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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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方式可以去想 或是有什麼 幫助自己有些新的恩分 好 嗯 因為我其實是 行銷 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有一些 檢核演示 我也曾經在三十歲的時候 想要做 P&H 就是要轉換 轉換 之類的 但是後來在我每次 面試的時候 人生就會跟我說 其實你是有這樣的專業 沒有這樣子 可以帶來你的經驗 可是其實我看得出 你的發光的實在 是在於行銷 你知道有些人的關係 所以 你知道市場要的是什麼 你會說的是故事 那 你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可是我 不覺得你 最適合被打在這樣的位置 所以 就是說這樣 一路上 一路上 在我們還彌亡的時候 會覺得 好像是因為自己的選擇 所以選擇的成片很容易 但我其實反而更相信 如果說你行銷的話 我覺得自己自己有種 神絕 行銷多好 嗯 嗯 那個就是 我相信 那個安排過 我相信一路上出現的人 都可以 幫我們打開一扇 傳一扇 嗯 我相信它是扇 我當說 數位時代的 那個文化 對 文化 自己還是深深的感受 感受 嗯 厲害那邊之後 我 我進到了 NQ 我進到了 很好的主板 因為那個主板 當初欣賞的 是 我能夠認同這樣子的文化價值 所以 能夠鼓勵到大家的 其實是 要能夠更 認識自己 那個的認識自己 不是說我能夠 然後 蠻厲害的 學習 或者是 我要這個 我要這個 而是 夢裡在那邊 謙卑的 那下頭 去在你每個階段的學習都獲得 那麼多看得更深 然後覺得 相信這樣子 就是自己 真的有夠 發揮到的 一個職務 不光管說 就 很像練習 做金融樂的 我這邊也在 然後他在香港 他在新加坡 他在每個 就是他已經當到我經理 就是 太多太多 這樣子路上的聲音 其實會影響到人 可是我始終相信那個 我覺得 我覺得我其實很適合說 不是 我覺得 我喜歡做策展 邀請大家 一起來 團隊的很多事情 知道我年齡 沒有三下 你不要問我 我覺得 很鼓勵大家的是 就是 往那個地方去看 就是 剛剛Stacy就想說的 每個人的 價值 是什麼 不要你們 就是他兩個人 這樣子 我覺得非常感動 就是說 就是 剛剛講剛剛說 旁邊有很多人 去定義 一個人成功 可是你真的要找到 是你自己 最適合 而且你最享受 而且你最 最能夠發揮的 一個舞台 那舞台很大的 很小的 可能在不同位置 但那不是別人第一 你本來就在裡面的一個潛能 可能越來越去認識 但是其實 因為很多 更畢業的人 可能很著急 很想要快點找到 但是這是一個 可能十幾年的過程 或是每個人 有愈快 有愈慢 但是他真的需要 慢慢的去尋找 有時候你著急 可能 不知道都不要太多的話 對 反而是好像 這個過程 這幾年的北基 都是成為你的能量 也都成為 像北基 你這一個人的價值 然後北基 你更認識自己 也更知道你的亮點 自己散散發光 而且你喜歡的東西 因為我想再回到我當初 就是聽到 持久 這個最前面的事 當然我不是要求一個很順 但是我至少可以讓自己的身份 是精彩的 就是精彩的 聚能 這個寫著 真的都可以看到自己 所以要祝福 每一個在 手機前面 在一部前面的朋友們 能夠找到自己最適合的 然後最喜歡的 一個角色 然後發揮發光 這樣子 謝謝大家 之後也繼續的收看 這次教練網賣